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4.3.6的板配型板的构造要求 现在我们来讲梁的构造要求 这是普通梁的 第一个是它的截面尺寸 截面尺寸的话 它的截面高度 连续与跨度 一般是在1 12 独立的悬臂梁 悬臂梁的截面高度与跨度 一般在1 6 矩形截面量的高宽比一般是2到2.5 梁形的话一般是2.5到4 梁长庸的宽度一般去120到350 这个范围内 梁的高度一般去250300 这样一个尺寸 这个截面尺寸的话 我们考试的时候肯定会给 就这个只有做设计的时候 就我们初步选择的时候 然后按照这个可以去选择一下 然后之后再进行调整 然后第二个是纵向受理钢筋 它的直径一般取的是10到28左右 而且不得少于两根 N要大于等于两根 也就是我们不可能的 梁高不小于300 大于等于300的时候 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0 大于等于10 梁高小于300的时候 钢筋直径不应小于等于8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就是做设计的时候 不管它是高度是大于300 还是小于300 我们全部都取10以上的 10以上的 所以这两条我们就同时满足了 都肯定是不小于8的 也不小于10的 这样就节约我们的精力了 梁内受理钢筋的直径 还要尽可能相同 都配一样的 如果两根不同的直径 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个立体 它为了更接近我们那个配金 节约我们的钢材 然后它选用两种不同的直径 它们之间相差至少应该在2毫米 然后这样施工的时候更容易分辨出来 但相差也不要超过6 同样的 还有一个是 为了保护 为了便于浇灌混凝土 保证钢筋能与混凝土连接在一起 以保证钢筋周围混凝土的密实 重金的净剑局 及钢筋的最小保护层厚度 应该满足4-3 好 说到这个净剑局和最小保护层厚度 最小保护层厚度 大家都应该知道 是C 我们可以查附录那个表 它跟那个环境内别有关 我们一定要满足它的一个要求 这是它的最小保护层厚度 然后是我们的重金的净剑局 这个重金的净剑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它的这一个就决定了我们钢筋放一排时候 能不能放得下 比如说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是 比如说我们先设计一个250的 那我们钢筋配出来之后 我们能不能把它全部放一排 如果不够放两排可不可以 或者我们把我们的界面扩大一点 放一排可不可以 那具体这个它是有一个要求的 这个地方没有全部给它写出来 我们可以去查这个混归 构造了一部分 在9.2.1 第三条 这里 它这只有两句话 只有一句话 就把只有两句话 就把对净剑局说了一下 上部重金 量 上部钢筋 它的净剑局 一定要大于等于30和1.5倍重金的 1.5倍重金 直径的两个中的最大值 这是它的最小见局 它的见局必须比这个还大 下部的话 这是上部 这是下部 下部的见局 必须比25和一倍的直径 两个中最大的还要大 就通过这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画一个表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到时候设计的时候 就直接去查那个表 就我们设计出来 就对照一下 它就可以了 是在我们的附录的 表11-5 这里 你们可以看到 钢筋排成一行时量的最小宽度 它就把它所有的给它先算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查 我们下配出钢筋 配的是 比如说我们下配20 配4跟20的钢筋 那就在这里 它的B1是C大于等于C30的 B2是小一等于C25的 一般的话都是B1嘛 都是C大于等于C30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查这一部分 上面这个就是上部钢筋 下面这个就是下部钢筋 上部的话 如果它的意思表是4跟20 如果要放下一排 它的宽度至少要250 如果是下部至少要22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的宽度是200 它就放不下了 意思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去查这个表 就可以去 直到我们放不放得下 放不下我们的动点 还就可以了 好 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电脑有一点卡 好 这里的进键具和这个最小保护层厚度说了 继续 之后是一个很重要的是 并筋 之前我们现在有三个概念 一个叫单筋 一个叫双筋 一个叫并筋 还有叫两排钢筋 一定要区分一下这个东西 单筋的话是指我们的矩形截面 只在受拉区配置钢筋 这个就叫单筋 如果我们在受拉区和受压区都配置钢筋 这种叫双筋 并筋的话是我们一开始 比如说这个钢筋和这个钢筋设计的是22 现在我施工的时候市场上买不到22的了 买不到22的我就得用其他的 比如说18的16的去给他替换 那要保证他的一个面积是相等的原则 那我可以把小一些的直径这种给他捆成 捆成一捆并在一起 这样 这样几个给他面积相等的情况下换算 他有个换算规律 然后等于我们在原来这一根钢筋 然后我们就给他替换了 就和原来的是等效的 这种叫做并筋 并在一起 两排钢筋四值 就像这样子 我们给他放两排 这叫两排钢筋 他的这个换算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这个直径 这个直径和这个小的直径的一个换算 就是一点四一和就是这个二分之根号二啊和这个 一点七三 然后这样去给他换算 那这个的话我们不需要去做了解 因为考不到并筋 只要了解下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是梁的构造钢筋 构造钢筋就是我们的孤筋 就是我们的那个价力筋 价力筋的话 它是根据跨度来取的 梁的跨度来取 他说当我们的跨度大于6的时候 不宜小于12 当梁的跨度是4到6的时候 不宜小于10 当梁的跨度小于4的时候 不宜小于8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要根据它的价力筋 就是我们构造配筋的时候 我们需要根据这个尺寸 这个梁的跨度来选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之后的话 还有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了 这个地方就是梁的构造要求